哇 马克信箱十分钟又来了 十分钟的马克信箱 下课十分钟 我想就是距离我们二十分钟 应该还有 可能还有三五年要等 我们大家就一起好好享受这个十分钟吧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这封信呢 是一个木头的明信片 哇好硬哦 来自于越南的胡志明市 上面是一个金融塔 夜景绝美的地方 这次旅行呢 是我第一次带妈妈跟弟弟的自由行 回想第一天拖运行李的时候 妈妈的行李重二十公斤 她带了一堆的水跟饮料 天哪 怎样是害怕 就是那边就是 那边说水土不服会绕塞哦 太夸张了吧 让我整个气炸了 不过上飞机就冷静思考 我发现我对旅程中有出差错感到很慌张 因为我希望他完美 反而因此过度焦虑了 了解原因后的我重新振作 投入了旅程 真是万幸 他是PG 在这边呢 我还是要很感谢 就是之前 去年第一次 去年吗 对去年跨年的时候第一次去越南嘛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马克星翔就是因为有听众写信来说他们在越南发生的事情 然后告诉我要小心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有读到了这封信然后才让我的越南行事顺利的 有提高警觉就对了 对啊就是大家要去越南然后就是你的那个Grab一定要先下载好 然后不要随便的招 所以Grab很安全吗 哦 他就像台湾大车队这样嘛 55688 现在还有傅傅傅吗 我觉得有app要追查的话至少还是比路上蓝 就是蓝的那些计程车会好一些 因为他们真的会有一些坏人真的会觉得反正你就外国人 我就是把你载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去然后你要么就是要多给我钱要么就是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在路上的那种也的确真的有人就是伺机在看你是外国人所以我要抢你手上的东西是真的看得出来的 如果你还是一样像在在台湾生活或者你在治安良好的地方生活习惯 你就手机就拿在手上你绝对手机会掉绝对会被抢走 所以我背个鞋背包包是ok的吗 我觉得背什么跟拿什么不是重点 是重点你的意识有没有在你要保护你身上的东西 就像我们那时候去了一家超市 然后那家很大的超市我们逛很久然后买很多东西 因为晚上回家开趴 然后那你提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当然你双手全部都是东西 要抢很好抢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意思是当有人一靠近你马上就是把东西全部都护在身上 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不好抢 因为这个人他有在关心跟防卫 对啊 好的 这封信来自于第一次写信的新教徒小美里面有两百元绿绿的 哦 nice 呃他说从高中知道我们只是因为广播时间太晚就没有听 让我入坑的不是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不是处女月炮那一集 那是什么 某一天我打开podcast发现有马克信箱是在podcast上面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天啊太棒了我现在呢就是也是很努力要把之前的podcast补齐 嗯然后现在还是会有人接到就是问说到底为什么podcast没有到最新一期的马克信箱 很简单因为podcast没有收益 嗯那如果把所有的全部都转到podcast上面的话 因为现在从上班可以听这个频道开会员之后 我发现我们点击率正在下滑当中我一直活的 这是百思不得其几 我一直活得很战战兢兢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然后会不会这个就是开了会员以后反而呃就是点击率越来越低 但有可能就像那个谁说的啊不知道为什么默默自动帮我取消订阅 好恐怖哦 就有些机制是你说不出来的 对然后所以呃现在在youtube上面的马克信箱是还是有广告收益的虽然在减少中 可是在podcast上面就是完全没有就是零 所以呃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话 你们要carry起所有的呃马克信箱的听众 然后你们可以加入会员 然后我们也有到一个门槛以后 我们就会把podcast全部一次补上 嗯他说虽然他是新加入的教徒 但是呢知道之后马上订阅了youtube脸书IG 也在9月9号第一时间我成为马信扛把子 觉得有了马克信箱之后呢 通勤跟上班做一些无脑工作的时候都会变得有趣 让人期待谢谢你们 嗯哼 那认识你们是我2019年最重要也最令人欣喜的一个收获之一 虽然我加入的时间晚 但我觉得我加入的时间很棒 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要认真念书不能熬夜的高中生 就算我要去追Wave直播也不怕被妈妈骂 因为我是社会人士 所以我可以在你们开会员的时候 我自己按加入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这就是经济能力带给人的自信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干嘛一直谈钱 或是谈钱很俗气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们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 钱就是你的一个独立象征 嗯 然后这几天我看了Leo王的IG 呃其中他会把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想 就是打成文章 然后在那个文章上面他就直接分享这样子 然后那一篇其实他叫做什么 打你屁股还是打屁股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他说钱他其实没有想要赚多 嗯 我不需要赚多 我只要就是可以生活就好 嗯 其他的事情就是我想要把我的人生 把我的呃意识把我的时间花在 如果是他的话 他可能就是想要花在在呃 艺术的追求上面 在歌曲上面的精进等等等等 然后如果你把你所有人生的呃 所有的focus都放在 都只放在钱上面 然后都只想着我要如何呃有更多钱 然后其他世界上发生这些事情都不关我的事 然后他就说那我想要打你屁股 ending是要打你屁股 对想要打你屁股 他说不知道信被念出的时候是几月 那我就先祝马克生日快乐好了 谢谢 这一次的抖那两百元 加上会员的钱 这个月我抖了五百元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谢谢你小美 嗨马克玛丽 现在是上班时间 再过三天 我就要离开这个职位了 没事做 想说写信给你们 我是去年入教的新教徒 叫剖面 剖面 之前曹操写了信给你们 可是这一次我想要认真写 来 我想要聊我们本公司的大魔王 也就是一个死爱钱的大老板 只要扯到跟钱有关的 立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 你去做 你们去做 打你屁股 这就是要打你屁股 老板也不管案子合不合理 安不安全 反正呢 一交件下一秒 立马发文 去要钱 忙去要钱 不然就是 只要案子不赚钱 就会马上跟承办人大吵 特吵 我也是不懂 不过就是硬个合约 你有什么好吵的 重点是 身为一个领导者 你对案子不了解 开会只会讲废话 老实说 我也不是一个软弱之人 对于这种人 我真的受不了 或许世界上 受不了的事情 还有更多 反正我现在就是 好好规划 读书进度 准备考试 当个全职考生 十一月考完 我就要开始练英文了 相信我是最棒的 我不会被现实打败 所有的清典教徒们 他写成教斗门了 懂 路环抖的懂 教斗门 都是最棒的 也谢谢 一直在我背后 支持我的家人 还有男友 马克你可以用 欧小龙的声音 祝我男友 圣宝宝生日快乐吗 圣宝宝生日快乐 啊你知不知道 他预计这封信 什么时候被念到吗 什么时候 一月三十一号 你们这些人 抓信的时间 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随信付上 六十元 这就是那个 发大财的 怎么讲啊 发大财意识形态嘛 就是做什么事情 没有啊 反正我就是要发大财 我就要发大财 然后背后 其实没有任何的中心思想 没有想 也没有任何就是 关注的东西 反正就是 我眼中只有钱 有钱就是好 蛮可怕的 就是当如果台湾 全部都陷入这样的思维当中 真的是蛮可怕的 资公灵 有半年没有写信了 资公灵那天呢 在广播金钟当中 他有在现场 他有回我的IG说 第一次来听广播金钟现场 这样子 好 之前有听到典友 化名资公君 马克说 嗯 该不会跟资公灵 是同一个吧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马克记得我 怎么会记得我 我就想说我要继续来写信 我现在生活本来很单调 上班回家图书馆男友 去年七月跟男友分手以后 我生活只剩上班回家图书馆 就少了男友 上班回家图书馆 就这样持续了半年 我的朋友说 我要是你哦 我一定趁我单身的时候 好好玩一玩 老了就没机会了 你赶快去多认识一些男生 我听到这句话 有种瞬间被打醒的感觉 因为还没有跟前男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会积极认识 新朋友的人哦 可是在一起之后 我就变懒了 我开始上PTT的O2版 下载交友软体圆圈 下载eTogether 认识很多不同的男生 有一位大我11岁的男生 在跟我出来 大概第四次的时候 突然在我们排队 要吃寿司的时候 跟我告白 这么突然 排队吃寿司就说 我喜欢你要跟我在一起吗 对 我傻眼 在吃饭前选择告白 你都不怕吃饭的时候尴尬吗 我就委婉了拒绝了 结果整个吃饭 我们两个人 都很尴尬的装备 大11岁这种 你要看一下场合吧 要嘛就是他觉得 很有自信 你会跟他在一起 要嘛就是 他就是不会读空气的一个人啊 想到什么做什么啊 你不是说 有的人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吗 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啊 对所以我就说 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怎样我就算大11岁 我也这个也没有长大啊 有些地方的确都不会长大啦 但我们希望在可以成长的地方 我们一起努力成长好吗 可以成长是什么啊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智慧 还有个男生 才跟他用LINE聊天第二天 他就传了一些猛男的照片给我看 说Google来的吧 对哦不是他哦 他只说 我的目标是这个 哦 我目标是这个身材 哦 又传一张他的身材照 只穿一条三角裤 哇 哦身材是很棒 没错啦 嗯 但有点害羞耶 这是一种性暗示吗 是 他希望你 他就展现他的优势啊 然后 对 以及觉得这个可以诱惑你 没错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育女 这样 顺便可以来一发 我最近去某大学报名了城市设计的课 这课程的指导老师呢 年轻 帅 说话又戳中我的笑点 老师是冷面笑将那一行 只要他一说话 我就莫名被逗得很开心 有一次呢 有个学生自我介绍说 是缅甸来的 老师拿着麦克风 安静大约五秒 突然说 吴哥窟 在 缅甸 大家去那里 可以找他玩 用一种很尴尬的语气 可是吴哥窟不在缅甸啊 老师讲那个不会你也笑吧 他就开心啊 那我想的时候 你看人跟人的磁场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的磁场中了你的磁场 讲座结束的当天 老师就有加我脸书 我满惊讶的 吼 老师爱学生 我要跟校长讲 对啊 他还密我说 你明天还会去听讲座吗 我就说会 虽然我觉得传讯息的时间点 跟问这个问题有点怪 但我想吼 可能老师只是要确认人数啦 结果 老师说 你真是认真的学生 我就傻眼 大半夜 你在跟我哈拉闲聊吗 好 可是呢 我们的对话就只有停在这一句而已 过了三天 有一次老师 私下叫我到办公室 说 你想当工程师的话哦 我这边呢 有细项的网页 先给你练习做看看 会给你一万元 那这边呢 先给你五千 你做完了再给你五千 嗯 一说完 还真的直接给我五千现金哦 嗯 老师知道我写网页的程度 根本是零 就直接给我五千 我本来以为呢 是从全空白开始写 也不是哦 他已经写好九成了 剩下只有放上 什么啊 研究生的照片跟文字 还有上最新的消息 让最新消息跟网页同步就可以了 我放几张照片跟文字 就有一万可以拿 耶 我就用外包出去给人家两千 我还赚八千 耶 他说这个功能根本不难啊 老师你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吧 你却给我一万 前面说的 要设计细项网页 所以老师跟我约了第一次的meeting 哦 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 我以为呢 这个meeting会有两个小时多 结果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感觉只是陪他吃个早餐 他要me其他的亭啦 中间有二十分钟都在闲聊生活 老师会问一些我的生活琐事 而我呢 都不好意思问老师的个人生活啦 我怕太隐私 但如果是跟网友约会我就会问哦 虽然当下的气氛好像真的是跟网友约会一样 彼此很害羞不熟 我觉得我陷入角色冲突的感觉 好神奇的情绪哦 中间老师也问说 你喜欢吃日本料理吗 等一下等一下 你跟寿司到底是多有缘啊 他应该就是 嗯 好他跟老师也没见过 所以老师问这个也是蛮莫名的 老师说 我很喜欢吃生鱼片 吃 子宫灵又说 喜欢 老师说 下次可以去吃 他说这句话超小声 小声模糊到我都没有听到他在接什么 蛤 还有很多话题很干哦 老师又突然又问说 你爸妈退休了吗 我就说我爸退休我妈还没 老师 点点点点点 这个话题结束 好怪哦 我搞不懂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要请问玛丽马克 这个已经结婚生子 大约四年的老师 就是他想做什么 那结婚了哦 对啊 结婚就不可取 当然 如果没结婚的话 就觉得 当作你就是 就是手段 比较拙劣 比较木讷一点 对啊 想要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结婚真的不行啦 结婚不行 所以跟那个老师 还是下课比较好 马克新香下课咯 好 好 好